香港最多的就是騙子 最多就是露遷 為什麼香港多露遷呢? 因為香港多露塵 為什麼青姐會這樣說呢? 這次的訪問中 青姐還有什麼投資金據? 今集《退休即溫分》 就和大家數一數 我覺得人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你會想到一邊 比較固執幾件 其實就是你的眼界、見識 限制了你的想像 或者限制了你自己的變通的能力 如果你不醒目又貪 你最終只會成為騙徒的獵物 所以上兩集 青姐就說要從朋友、專家身上 多接收投資資訊 成為自己的知識庫 不過都提醒大家 基本功都很重要 人際的網絡也很重要 會人比識字好 但是會人都要識字 青姐對風險承受和什麼叫保守 都有獨度的見解 認為保守不是做定存那麼簡單 而是怎樣理解風險 有些朋友是很有錢的 不等於他是一個承受到風險的人 真正的保守就是 你在市場裡 你是掌握到形勢 你作為一個保守的投資者 就是我未在看到 買那類資產 賺多少錢之前 我先看看 有風險有多大 我不是先看回報的 我做投資是先看風險的 青姐說 現在大家多了機會 去接觸高風險產品 例如非投資級別的高息債 如果大家定力不夠或貪心 就很容易出事 投資是需要做調查和研究 沒有東西是穩賺的 最好的投資是投資在自己身上 我覺得 學多門手藝 有門專業 或者投資在家裡 那些人家是拿不走的